郭奕榮 哇 厲害啦 歡迎 你好 你好 郭奕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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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剛才呢 有24歲的 21歲 賺到100萬的年薪 你呢 什麼時候 嗯 前一兩年月前 一兩年月前 先出你 剛出了百萬年薪的獨立 恭喜恭喜 你現在幾歲啊 28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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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做這個行業做了多久 一年又四個月 一年四個月 答案是 韓天豆花 韓天豆花 哦 韓天豆花 它跟傳統豆花不一樣 韓天豆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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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我們一對薪水 可以賺到九萬十萬 因為它 我們韓天都在做 是 好像我 他其實 我知道 韓天豆花的來由 韓天飲豆花 能軟在心頭 不是 四二集 你要走下坡了 是不是 老四二集 你千萬可以剪掉萬一 對啊 哈哈哈 這對你大 哈哈哈 各位老公給我 沒有畫面 好不好 那要走下坡 哈哈哈 不要太早了 你們 來看一下 韓天豆花 把韓天豆花推出來 對 豆花 外摘上面 看來是 平常群 一般 四般 可是 韓天豆花 是不是 就是我們沒有澱粉 然後只有加韓天 所以不用吃高 沒有熱量 所以它沒有感覺 比較麻嫩 比較清爽 對 一個成功的豆花 這一料 全部要自己準備 而且可以看得出它的愛心 它是我們的心有 怎麼看出來 OK 大小 你看不出來嗎 紅豆大哥 反映爺大哥 對啊 精巧細血的啊 有時候隨便你進來 或那個是成熟奇的豆花 它看起來是有大哥 有時候泡一泡酒也是大小 因為我們有點自信台灣的 是古種 堅持台灣的 那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台灣年輕人 把台灣的一種東西 做得很好吃 很有特色 又很有本土味 可是它又很高級 對不對 很期待 可以吃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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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厲害 真的厲害 而且我覺得它很有創意 用芝麻這個事情 這個厲害 芝麻真的掉了一點 在吃豆花之前 豆花千萬不要切碎 不要搗碎 你為什麼不早講 我會已經切碎 不早講 對 整塊整塊挖 好滑頭 好滑頭 就是它很清爽 好 你們成功的秘訣是什麼 你覺得 就是 堅持自己原先 就是初衷 你的初衷 你現在問哪裡 沒有 好 但是你養生健康的理念 我自己不喜歡吃的東西 或是我不敢吃的東西 我就不罵 己所不知 互助是一個人 這個就是有良心的一個事業 非常對 郭葉勇 早上給他吃 來 來 來 一年明月有多少錢 謝謝 謝謝 謝謝